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我们的现场的聚会 也是我们教会正式开放的 第一日 第一个星期 很开心 看到每一位 英文部那里都有很多人 超乎我们意想之外 我们以为大概20个人 但是他们有超过25个人 所以感谢赞美主 Amen 你们大家如果不可以握手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大家好 大家好 Amen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我们都没有忽略在线上的 每一位大兄姊妹 虽然你们在线上 跟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主 但我们相信上的同在 一样的跟你们在一起 在神的家里面 甚至乎在你们的家里面 上帝一样在我们的当中 会向我们讲说话 感谢赞美主 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开放 这样我相信很多的事情 大家都已经清楚 或者如果你要回到教会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做的 你不知道怎么报名的 你需要帮忙的 你们随时可以打电话来教会 办公室 或者打电话给大兄姊妹 他们可以来帮助你 如果你尝试要上线 要填表 或者要报名 定位 你不知道怎么做的呢 你们记得可以 就是说要求 不要说要求 就是请 请求这个大兄姊妹 能够互相帮助 随时我相信 每一位都会很愿意帮助你们 Amen 每一位都很愿意帮助你们 大概我看到 应该每一个人坐的位置 差不多是这样的了 每一个星期 我看你们上个星期坐这个位 这个星期都是坐这个位 其实还有很多位 可以订位的 感谢主 那个教会的线 我们暂时就用一条线 直到我们定着 知道大概有多少人 会继续在线上聚会 然后我们正会肯定的改变 那个正式教会有的一条线 正式教会已经申请了两条新的线 那我希望将来呢 教会就可以用回教会的线 那你们不需要记了 因为教会的地址 就是我们的password 我们的password 是教会的地址 那你一落了ID 你就不需要想 每一个星期 教会的地址 三五三五你下去就搞定了 很简单 那其他的那些呢 如果你们在线上的 没有参加讨告会的 我其实要鼓励大家 去参加讨告会 讨告会其实呢 我看到上帝 做很多的工作 在不同的人身上 有机会的时候呢 等多几个星期 我相信会有不同的人 会上来做见证 上帝怎么样的做工 在我们当中 怎么听我们的讨告 所以我要鼓励你们 要来参加讨告会 在线上的讨告会 其实已经是很简单 已经不需要来教会 省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感谢赞美主 Amen 上个星期呢 我们来分享的信息 还记不记得是什么信息 信心和怀疑 信心和怀疑 信心和怀疑是相反的 是相反的 你有怀疑的时候 其实你的信心就已经不存在了 当你思想里面 或者你的来心里面 你祈祷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已经在想着 到底上帝会不会听我的祷告呢 其实你这个怀疑 就已经是存在了 你没有一个信心来祷告 而上个星期我讲得很清楚 人的信心是会一点一点的加添 是在环境 在各个事情的里面 当你经历到在那个环境里面 上帝在你里面所做的工作 影响着你的时候 那你的信心就会一点一点的加添 一点一点的加添 同样的 如果我们每一次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内心 都充满着怀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祷告的时候 圣经在希伯罗斯讲得很清楚 这样的祷告是说 你不需要想得着什么 这样的祷告 即是没有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 是讨不到上帝的喜悦 而且相反的来讲 有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 是会得赏赐的 他讲到 有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 是会得赏赐的 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的信息 就是讲到 Assesing God's Power 今天讲到知取神的能力 知取神的能力 很多时候 基督徒不知道 如何去知取神的能力 以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没有那个power 没有那个能力 去过我们的生活 没有那个能力 去面对我们面对的诈人 面对我们的一个巨人 或者面对我们的困难 其实 你如果是一个医生 一个医生 或者是 如果我们要照顾我们的身体 如果我们要照顾我们的身体的时候 如果你不够一个 你的皮肤 即是说很缺乏营养的时候 你皮肤缺乏营养的时候 你的皮肤就会起很多那些疑伦 不知道你见不见过 你的皮肤会起很多那些疑伦 当你皮肤 如果是缺乏营养的时候 如果你用其他的那些维生素 或者是维他命 来补充的话 它是补充不了你的皮肤的 你如果皮肤 如果不够维他命的时候 你需要的是维他命C 意思是说你需要吃很多的蔬菜 喝很多的水 还有吃很多的生果 这样当你能够知道 怎么去支取你身体里面 揭乏的营养 那些养分的时候 你的身体在那一个部分 正能够强壮起来 正能够强壮起来 我记得有一阵子 我的身体 就是我的脑 用脑用得很紧要 基本上晚上睡觉 都是没有睡的 那个脑一直在做工做工做工 没有停的 意思是说你分作教 脑还在做工 到了那个时期 我的脑真的很累很累很累 而我发觉到 当我有吃一些营养素 去补充脑的时候 它是帮助我的脑 能够relax 去松开我的脑里面的神经线 以致我的脑就没有那么累 因此我就开始吃一些营养素 我的脑就好了很多了 有一段时期 因为我吃很少的生果的时候 我皮肤就有很多很多的疑伦 因为那时候没有吃生果 皮肤有很多很多的疑伦 我发觉到当我吃很多的生果和蔬菜的时候 我皮肤这些问题的症状 就完全没有了 我要说的是我们身体里面所需要的每一个养分 我们需要知道在哪里去知取正确的养分 来供给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能够继续健壮乐器 能够继续健壮乐器 还有我们身体能够健康 能够健康 今天当我们讲一个知取神的能力 这是讲到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知道在哪里去知取神的能力在哪一个城面上 你需要哪一方面的能力的时候 你知道在哪里去知取神的那你就得着正确的能力在你的生命里面 阿们 你知道在哪一个城面上 在哪里去知取上帝给我们的能力的时候 你就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得着正确的供应 阿们 第一个要知取的能力 其实这5个的能力是很简单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但是我们可能我们不是这么明白 它的能力是这么大 或者我们不是这么相信 它的能力是这么大 以至我们不懂得在哪一个时间 哪一个环境 在哪里的情况 我们要知道去知取 第一点 就是讲到知取主的名字的能力 The power of the name of God 就是上帝名字的能力 或者耶稣名字的能力 我们先看看那些经文 然后我们来做解释 他们比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一节 希望你们能够 就是说很认真地看这个经文 因为当你越熟悉神的华语的时候 你的信心就越大 我上个星期讲到信心 和一个怀疑 为什么有些人的信心这么小 为什么有些人的信心这么大 为什么有些人 他们上上都在那里怀疑神 信了耶稣三十年 仍然上上在那里怀疑神 为什么有些人 他们信了主没多久 他们的信心 他们一点都不会怀疑神 直到他们 面对面见上帝的时候 他的来心世界里面 他都不会去怀疑神 所以今天当我们讲 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的时候 其实是对神的怀疑 你也是认识神的怀疑 你就对神越有信心 因为你越了解那个人 我们从哪里去了解我们的上帝 但是呢 我了解你们 我了解你们 直到我看 我看很多那个博 noticing 看你们那些周年几年 那些位 나서 我前去那几天的时候 我就找到 找到教会里面 一些的摩大屏 我就看到 绿基尼娜 十几年前的绿基尼娜 还有个小妹妹样的绿基尼娜 我就看到Roboto 还有她的哥哥 两位在租化里面 我看到很多教会里面 哇 以前他们年轻的时候 原来是这样的 我看到罗斯塔 我还记得罗斯塔的样子 以前他们的样子是这么特别的 那么不同的 那么美女 那么帅 不是说现在不美女 现在一样是美女 美女 但是想象之中 你们年轻的时候很青的时候 green 很青的时候 那样子真的想象不到 所以我要了解教会的时候 或者了解大兴寺庙的时候 我就要看很多很多东西 甚至乎看人名 因此从人名里面 能够看出你们自哪里 大概知道你们自哪一区 大概知道 当然聊天 聊电话的时候 我就大概大概用很多的方式 大概可以知道 大家 每一位大姓姊妹 至少在现场的人 每一个人我都知道了 感谢主 现场的人每一个人的名 最少我都记得 如果不是十分之认识你们 但是至少我都记得 你们某个人的样子 还有记得 你们某个人的名字 那么我是从哪些事 来了解这些 是从你们的电话冊里面 认识你们的名字 从个名冊里面 认识你们的名字 从个媒体里面 认识你们的名字 从个媒体里面 从不同的人的里面 交谈里面 他们的分享里面 他们给了很多的资料 给我们认识你们的名字 但是我们怎么来认识我们的上帝呢 我们怎么可以认识我们的上帝呢 当然我们可以直接大姓姊妹的分享 当然我们可以直接每一个星期 来到听上帝的华语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你从上帝的华语里面 从上帝的华语里面 因为这本书 这本书叫做什么 His story His story 这个是他的故事 这个是哪个故事 这本书是哪个故事 是上帝的故事 是耶稣的故事 如果你要看他的故事 你要知道他的故事 你要认识他 你要明白他 你一定要看他的故事 你看一个人的自尊 你看一个人的自尊 你就可以知道那个人的生平 是发生过什么事 在哪个情况里面做了什么事 同样的 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就知道 哇 上帝在旧约的时候 做事是怎么来做的 上帝在新约的时候 他做事是怎么来做的 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 哇 耶稣 他在使徒行传 他在教会里面 他是怎么运作的 到了今时今日 你再看今时今日的世界 教会历史 今时今日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失 无不好称耶稣基督为主 死荣耀归于父神 阿们 这里讲到耶稣的名 他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每一个世界上的人的名 是能够高过耶稣的名 阿们 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名 可以高过耶稣基督的名 哈利路亚 他讲什么呢 天上 地上 地底下 哈利路亚 哇 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 你的信心有没有加大 当我看到这些圣经里面的经文的时候 我想到天上 天上的 或者我们看不见 地上的 我们都看不见 但是 地上 即是地下的 我们都看不见 但是地上的 至少我们看得见 但是他讲到 连地下的 地下有哪个 请问 在地下有哪个 地底下的有哪个 是什么 是将来一切魔鬼蛇灵 一切那些天使 堕落的天使 他们所建的地方 天上的是哪个 是上帝 和一个上帝的宝座 和上帝三分之二的天使 在天上里面 所有的名字 他讲 没有一个 不会因为耶稣基督的名 核实 没有一个人 不会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 在耶稣的面前去跪拜他 我再讲一次 耶稣的名字 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 任何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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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听到耶稣的名字 都应该带着一个敬畏 应该带着一个敬畏 当我们听到耶稣的名字 因为如果你知道 属灵界的里面 当他们听到耶稣的名字 他们都会震惊 更加何况我们属于一个基督徒 我们是人 诗篇说 我们人算是什么 我们人 好像一条虫 神的眼中 小到描小到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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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手掌里面 一滴水 都当不到 是很小 很描小的人 但是圣经说 但是他虽然仍然是爱我们 他仍然是爱我们 但我要你们知道的就是 他的名字有这样的能力 他的名字有这样的能力 当你说耶稣的名字的时候 不是用耶稣的名字来开玩笑 耶稣的名字是应该被人敬畏的 雅各书他里面说的时候 他说 当这个魔鬼 魔鬼都认识耶稣 雅各书 魔鬼都认识耶稣 他说甚至乎怎么样 他认识耶稣 但是他会 漸径 这个是雅各书 雅各书里面说的 他漸径 魔鬼 听到耶稣的名字 他都害怕 他都害怕 第二个经文 我要你们读的 以弗所诗第一章 十九到二十二节 以弗所诗第一章 第十九到二十二节 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 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 刚才他说的 远超过 远超过天上 远超过地底下 远超过地上 远超过地上所用的名字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远超过一切掌权的 远超过一切有能力的 和一切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甚至乎他说 不但今世的 远来世的 都已经超过了 远来世的都已经超过了 意思就是说 就算将来有任何有名的人 有权利的人 有长很大权柄的人 将来要出现也好 圣经里面已经说了 他的名字 是超过以前 无论多伟大 多有名 多有权的人的名字 将来 就算还未出现那些 他已经知道 他的名字 是大过这些所用的名字 所以当你要知道 你一个基督徒 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字 是这么有权柄 这么有能力的时候 你的信心就很大 你的信心就会很大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我教会里面 曾经 上个星期我们跟你说过 有一个父亲 他是开那些 埋赛的车 去每一个区埋赛的 他开那些车 在每一个区埋赛 你记得我跟你说过 他每一个星期日 当时 他是不愿意 星期日不做 然后来教会 初期的时候 他是不愿意 不愿意 但是这个人 他是怎样信主的呢 他信主是因为 我们教会英文部的一个大兄 他是他的uncle 他那时候就跟我们说 他说我这个uncle 我这个uncle 他有一个儿子 当时大概是八九岁 大概是八九岁 有一天 当他去学校 学校上学 回来的时候 他忽然之间就变了 他整个人就不正常了 当他跟我们说的时候 他问我们 可不可以拜访他 那我们就找一个原因 那我们就找一个原因 为什麽 去上学 无端端的 上学 回来之后 那个人就变了 变得 就是说 好像 鬼鬼扶 那样的 就是说 控制不了自己的 会打人 会打烂 就是说 脾气 是很暴躁 和很极端那种 那他跟我们说的时候 我们就去拜访他 我们去拜访的时候 证明到他说 那一天 他们去了 学校的一个庙堂 在那个校里面 因为是中文学校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庙 那一天 他们不知道为什麽 一班学生 就落了庙里面 不知道他们做了什麽 回到家的时候 他们就 就是说 他们就不是那麽正常了 那我们去到的时候 我跟他们说 我说耶稣的名 耶稣有个能力 来释放 来医治你的儿子 我们就为他祷告 为他的儿子祷告 他的儿子开始的时候 很暴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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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来呢 我们帮他祷告的时候 我们吩咐在他身上 所有一切的灵 打扰他的灵 不能够再 就是说搞妖他 你知道吗 他整个人就平静下来 他整个人就平静下来 可以安定的 坐在边陪 来听我们说话 那他爸爸当时 他未信耶稣 即是说他这个uncle 这个英文部大兄的uncle 他还未信耶稣 我就跟他分享我说 我们今天可以帮他祷告 他得着释放 但是如果因为他这么小 他未有自己的信心 我们帮他 就算他信了耶稣 因为他这个爸爸说 他可以信耶稣 我还未愿意相信 他说 你带了我的儿子信 那我们就带了他的儿子信 不过我们跟他说得很清楚 就算是你的儿子信 因为他还在你的监护之下 在你的遮盖之下 如果你不信的话 那这个灵 回来打扰他的机会 都是很大的 我要说的是 当时我们帮助他的时候 他已经走坏了我们的区 那些城市 很多城市 无论是那些 即是马拉人 马拉人他们的胡叔 或者是唐人 华人 我们的那些跳筒 或者是 那些拜的那些 所有的那些庙堂 那当时他已经去了 所有整个城市 整个city 每一个town 他们已经找过了 这些人去帮忙 甚至乎他走去 马拉人的地方 去找那些帮忙 那些印度的武士 那些巫师 去帮他的儿子 都帮不了 但是那晚 当我们去 为他祷告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安静了 他已经停了 几个月没有上学 那我们为他祷告 就是祷告 我就跟他爸爸说 我说 其实最好 你也相信耶稣 如果你相信耶稣 那他有什么事发生 你也可以按手为他祷告 他爸爸当时 他不愿意 先看看 你看看 那你知不知道 当我们走了之后 我们走了不到三个小时 我记得我们走大概是十点钟 半夜差不多十二点两三个小时之内 他的儿子又开始发作 他的儿子又开始发作 在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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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丢东西 他就很坏 那他这个爸爸 他就学我们 按手为他祷告 我们当时为他祷告 我们按手为他祷告 然后他又学我们 按手为他儿子祷告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当时他爸爸 按手为他祷告的时候 那个灵走 那个灵然在那儿 在那儿 即是说 很坏 在他儿子的身上 那后来他说 要叫牧师再回来 那后来我们又再回来 我再回来的时候 今次我再解释给你听清楚 我说 因为你的儿子的信心未够 一定需要你的信心 在他的身上 帮助他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能够得着这个释放 那一晚他爸爸就信了主 那一晚他爸爸信了主 奇妙的事情就是 他信了主之后 不再需要我们去他家 为他祷告 每一次那个灵力打扰他的儿子的时候 他就为他祷告 奉耶稣基德的名字 为他祷告 他的儿子就释放 他的儿子后来 过了大概两个月左右 他就好回 就再回到学校读书 记得我曾经和你们说过 我当时开了一个 children's child group 一个小朋友的小组 大概是九岁到十二岁之间的小朋友的小组 他是其中一个leader 而现在他是一个医生 他现在是一个医生 他现在是一个医生 去印度读医 然后回到现在成为一个医生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我要说的是 耶稣的名字是有能力的 耶稣的名字是有能力的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们的senior pastor 她的姐姐 在Tibet 在一个Tibet 西藏 在西藏 他在那里做missionary 在那里做宣教士 他未结婚的一个女孩 十二十 大概十零二十岁 他就一个女孩 走到Tibet 走到西藏的地方 做宣教士 他回来的时候 他跟我们分享 因为西藏 是很多那些物术 密书 很多那些物术 就是说很多那些 很多灵界的东西 他分享给他们听 他说很多时候 他要面对这些灵界的挑战 面对这些灵界的挑战的时候 他说 很多时候那些灵 就是鬼符那些 来到他们的面前 挑战他们 挑战他们 就是说不怕他们 看到他们是一个女孩 这么小的一个女孩 十零二十岁的一个女孩 根本就不怕他 但是当他一开始祷告的时候 特别的地方就是 当他一开始祷告的时候 当他一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 这些在他身上的邪灵的时候 这些邪灵他跟我们讲一个故事 甚至说他一奉耶稣基督的名 其中有一个被鬼符的 在他身上被鬼符的 他马上将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他在这些地上 退到 退到 即是说很远的地方 退到很远的地方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在奇奇 东马的其中一个城市 如果你们听过的话 你应该知道我讲到哪里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只是在那里 帮助 顶替一个牧师一个月 我们当中 那个牧师走了 他们需要一个牧师 在那里顶替 等一个新的牧师来 我们就在那里顶替一个月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一晚 有人打电话来 他有一个朋友 他那个朋友 是从菲律宾来的 是从菲律宾来的 他是菲律宾的一个女孩 他给鬼符 他问我们可不可以帮助他 我们就去到他住的地方 去到他住的地方 很重要 一个女孩 一个女孩 我们去到的时候 他当时已经很严重 被鬼捆绑在他身上 当我们去到的时候 我们四个人去 当日我们四个人去 因为他形容给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弱的一个 我们四个人去 去到的时候 一开始祷告敬拜的时候 他就开始发作了 我们一开始祷告敬拜的时候 他就开始发作 我们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 但一开始敬拜 祷告的时候 他的灵在他里面 就没有办法 按灵 就在这里打扰他 然后我们就奉耶稣的名 要绑一切在他身上 这个灵 要离开他 你知道这个灵是怎么样的 我们问他 我说你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他在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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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在菲律宾的时候 他拜过他 甚至乎他 make a commitment 即是说他已经发了一个誓 要服侍他 那这个灵在菲律宾 跟他跟到他站起 那个Ismalaysia 跟他跟到Ismalaysia 那当我们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奉耶稣的名 为他祷告 我们说你在哪里 你就回到哪里去 然后奉耶稣的名 这个灵 不可以再来打扰这个人 不可以再在这个人的身上 因为他有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 你知不知道当他要走的时候 他挣扎挣扎 四个男人当时都控制不了他 他在一个床上 我们按住他在一个床上 他在那里震着震着震着 整张床都被他震得差不多 差不多脱脱了 然后他说 很坏了很坏了 最后呢 他仍然被管车出去 在这里说 耶稣基督的名字 的重要 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 其实耶稣基督的名字 也代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份 你知取耶稣基督的名字 意思是说 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 You know your identity 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 意思是说 你面对灵界也好 你面对所有其他的事情也好 因为你知道你的身份 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是上帝的仆人 你是上帝的朋友 你是上帝所爱的人 你是上帝的一个身份 你知道你的身份 耶稣基督的名字 当我们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当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 当我们说我们知取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说 我们知取我们的身份 哈利路亚 我们不是一个地上 没有人罗斯塔 或者是阿波特 或者是Vicky 我们哪是上帝 属上帝的一个儿女 哈利路亚 我们要上帝儿女的权柄 阿们 所以当你知道 你如何在什么情况里面的时候 你去知取上帝的一个力量 你就能够得着这个释放 意思是说很简单 我说你认识这五个 而你知道如何去知取的话 你就能够看到那个效果 当你管轨的时候 好像我刚才跟你分享的这些情况的时候 如果在那个情况 你还在那里 你还在那里 即是在那里 只是在那里 敬拜责民 OK 可以的 你在那里讨告 也可以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每一次的管轨 我的经历就是 每一次的管轨 无论多 少 无论是多或者是少也好 每一次的管轨里面 最有能力的就是 我们一提到耶稣基督的名 那个灵 就会开始占经 那个灵 很多时候他们要诈训 他们会在那里 即是说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 你一提到的时候 哇 他就眉上眼 他不看你 或者他们是诈训 unconscious 但我又奉耶稣基督的名 要他清醒 看着我们 他又清醒 又看着我们 因为他诈训 那你就不知道做什么 你不知道什么事发生 那你就不知道怎么做 很多时候 我们初初开始的时候 不懂的时候 就不知道怎么做 他分着够 你喊喊喊喊 都没用 后来发觉到 耶稣基督的名 是有那个能力 当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他 要打开眼睛 他的眼睛就打开 他的眼睛就打开 当我们吩咐 你知不知道 很多时候 他这些灵 他都会跟你说话 你跟他说的时候 他顶回来 你跟他说的时候 他顶回来 你知不知道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在他里面的一个灵 shut up 即是说 biko 即是叫他不要开声 他马上他不敢出声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每一次当我们 这个除了一个偶像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当你除了偶像的时候 你是带着 哪个人的权柄 你是用哪个的名 来清除这些所有的偶像 就是耶稣基督的名 每一次当你清除这些偶像的时候 你不是因为你是没有人 乃是因为 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来到清除 这些所有他们拜的偶像 奉耶稣基督的名 斩断了这些偶像 和这个人原本有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人就从此之后 能够得着释放 我们烧了很多很多的偶像 我们教会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是专门烧偶像的 因为那些人拜的时候 他们有时乘车乘车 整间屋都满了 整间屋都满了 很严重 那曾经也有一个 曾经也有一个藏人 但是他嫁给了一个拜马拉教 嫁给了一个拜马拉教 那这个不是一般的普通的马拉教 它是那些比较extreme的那些 它extreme到一个地步 就是他的屋里面 吊满了所有的马拉人 那些年经 那些经文 放在他家里面 当我帮这个女人的时候 他来到我们的教会 其实他是一个很久的信徒 但他说他的问题就是 他经常都很不舒服 经常都头暈 经常都很不舒服 他就听说我们 有一个这样的恩赐 管轨的恩赐 他就走来找我们 直接一个介绍 他就走来找我们 他来找我们的时候 他说他的先生 他房间全部 吊满了所有的荷兰经 吊满了房间里面 然后他说 他说为什么他到一个地步 他很想离婚 他说因为他先生是这样的 他先生甚至乎 将那些经文做好 穿在他身上 穿在他身上 但是他说 他最生气最忍受不得住的 就是 他说他想亲近你的时候 他就脱了他的衣服 他不想亲近你的时候 他就穿着 有经文的荷兰经的衣服 就是说是圣结 他就不亲近你 所以他老婆 就没办法忍受 他这个丈夫的情况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这些所有的东西 你要拿来 把他焚烧了 全部我们要为你祷告 然后为你焚烧 这些所有的东西 所有他们 里面 那些荷兰经的经文 大大的一条一条 放在一个 放在一个家里面 然后也有一些 那些符 戴在他身上 戴在他身上 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 他 他嘔到很严重 整个人头昏的 但是我们为他祷告之后 他就清醒 他就清醒 后来他成为我教会里面 其中一个领导 一个 姊妹的领导 你知不知道 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呢 他的丈夫是拜回教的 但是他的 基督徒的生命 没有突破 很多年都没有突破 没有突破 直到他来到 祈祷 他以为他身上的脑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有时想吐 特别是在教会的时候 他有多少想吐 有多少头昏 这种感觉 直到他被释放了之后 直到他被释放了之后 他的生命完全不一样 他到了一个地步 他又在他的街上 火热到一个地方 他每天走在他自己住的街上 开始传福音 因此我们在他的家里面 开了一个小组 开一个小组 我说这些多给你听 是要让你知道 耶稣的名是有能力 你要懂得知取耶稣的名 阿们 你要懂得知取耶稣的名 当你为人祷告的时候 医病的时候 当你管轨的时候 当你去到一些地方 一些环境 你不知道 你面对一些 什么灵界里面的事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 这是唯一一次去的地方 就是那些人 是专门打鱼的 是一个渔村 那个渔村的人 十至八九 全部是拜那个马祝 台湾人所拜的那个马祝 他去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一下去 他有一条桥 一条桥 所有的人 是住在水上的 那些打鱼的人 他们的渔村就在哪里 他们都住在海边 建了很多屋上来 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区 坦白说 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区 但是那一次 就因着有一个人 信了主张 他住在那里 那我就去拜访这个人 当我去拜访这个人的时候 我一走下去的里面的时候 我可以马上感觉到整个黑暗的权势 在那个区 落到每一间屋 我望下去的时候 他们屋没有关门 我望下去的时候 每一间屋都黑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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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的感觉 后来我就明白到 灵界是这么清楚的 灵界是这么清楚的 当你进入到一个灵界的里面 就好像我们去到一个wallet的时候 我们立到一个灵界的 一个很黑暗的权势里面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知道 耶稣记得的名字的能力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survive到今时今日 我可以很坦白跟你说 我们在wallet十二年 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记得的名字的权柄 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在那里 survive那么多年 因为当我搬到前三年 或者前四年 每一晚 我信了耶稣已经几十年那时候 每一晚我睡觉的时候 你知道都会梦到什么 很多那些蛇 很多那些蛇 在那里捐啊捐啊 想捐到我的身体 每一晚我都会看到这样的梦 而我不是一个随便发梦的人 我平时是很少发梦的人 未信主之前我都很少发梦 信了耶稣之后都很少发梦的人 但当我一搬到那个区的时候 那第一年 基本上差不多每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里面最少两次到三次 晚上我都会发梦 发到很多那些蛇 有些是很大条的 在那个梦里面 那些蛇就想捐我 那些蛇就想捐我 我看到一个异像 在梦里面看到一个异像 就在进我们教会的路口那里 就有两条很黑很大条的蛇 就对着那个路口 这些是我们初初下去的时候 所看到的很多的梦 很多的梦 所以每一日 我们都在那里祷告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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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现在没有这些梦 三四年之后 不再发这些这样的梦 但我要让你知道 耶稣基督的名字是有能力的 耶稣基督的名字是有能力的 我们面对这个灵界里面的工作的时候 安益 completion 也是一个spirit 安益是一个spirit 黑暗的权势 也是一些灵 一些捆绑 就是说 忧屈 也是一个spirit 很多时候捆绑我们 使我们没办法得释放 除非你知道 用耶稣基督的名字 你知道耶稣基督的权柄 你知取耶稣基督的名字 然后你用你自己的身份 因为耶稣的名字 就是代表你的身份 你是上帝所派出来的 你是代表你的身份是上帝派出来的 因此你知道你的身份的时候 你就拿着个权柄 所以名字也代表个权柄 Amen The name of Jesus carry the authority 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名字 也带着一个权柄 也带着一个权柄 当你知道你的身份的时候 你也知道你的权柄 在哪里 Amen 第二点我要说的 就是 是一个敬拜赞美 我们要打开经文 就是在一个马可书 第十二章三十节 是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第二点我们要知取的 第二点我们要知取的就是 知取敬拜赞美的能力 Amen 耶稣基督的名字很有能力 但是敬拜赞美 亦是非常之有能力 你要知道在何时 在哪个地方 你要知取一个敬拜赞美 为什么我上上 甚至乎我在办公室做事 我都要打开敬拜赞美的诗歌 因为敬拜赞美 在这个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 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三节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赞美建立耶稣基督的宝座 Praise us build the throne of God 当你在敬拜赞美的时候 你将耶稣基督的宝座建立起来 而每一次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宝座的时候 是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同在 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同在 你哪里有敬拜赞美 哪里就有耶稣基督的宝座 Amen 在家庭里面有敬拜赞美 在家庭里面就有耶稣基督的宝座 在哪里有敬拜赞美 有耶稣基督的宝座 也有耶稣基督的同在 Amen 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 当你去到一个很惊慌的环境的时候 你想不想耶稣基督的同在呢 你想不想耶稣基督在这里陪伴你 跟你一起同行呢 敬拜赞美神 因为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 敬拜赞美 建立耶稣基督的宝座 建立上帝的宝座 有宝座的地方就有祂的同在 Amen 你记不记得这个素罗的时候 素罗的时候 这个素罗王 他在一段时间里面 圣经讲 我们看一个诗篇 对不起 在三号与基上第十六章 三号与基上第十六章 很快趣的 如果那个泡沫跟不上的话 三号与基上第十六章 这里第十六章 他讲到 他讲到当时的素罗王 圣经讲得很清楚 有很多人觉得 哇有圣灵 蛇灵都可以在我们身上 这不是很恐怖 做基督徒有什么保障 不是的 你要读清楚一个经文 三号与基上第十六章十四节 他讲耶和华的灵离开了素罗 你要看这一句经文 他讲 是当耶和华的灵离开了素罗之后 就有恶魔来到一个素罗的身上 而圣经这个经文 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个经文 是永远开始给我有一个很大的信心 开始明白 敬拜赞美是这么有权柄的 哈利路亚 敬拜赞美 不是我们口中唱两句诗歌 或者唱出那些歌词 不是的 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 我们对上帝的敬仰 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 我们对上帝的赞美 我们对上帝的敬拜 当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 圣经说什么呢 他说那个冲在这个素罗身上的恶魔 来搅耀这个素罗的时候 我们时不时都有灵界里面的搅耀 很多时候我们心神很灵 很乱 那些是一个灵界的搅耀 很多时候我们很惊慌 这些是灵界的搅耀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平安 我们很忧虑 这些是灵界的搅耀 很多时候我们很捆绑 很不开心 或者我们很忧虑 我们很压制 或者很沮丧 是因为一些灵界的搅耀 哈利路亚 但是圣经说 当这个素罗王 他叫一个大卫 一来唱歌 敬拜赞美的时候 当大卫王一开始弹琴敬拜 恶魔就离开了这个素罗 恶魔就离开了这个素罗 你不要忘记不止一次 如果你读一个杀母记 他不止一次 甚至要一次 两次 三次 很多次证实 一次的时候 素罗不是这么信 第二次 当他再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什么事情会发生呢 他们以为用其他方法可以解决 但是发觉不行 最后他们仍然要请一个大卫王 当时其实他想杀大卫王 当时的大卫王 他要走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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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后来他们知道 如果没有大卫为他弹琴唱歌 这个恶魔就整天都来搞了他 他或者没办法睡觉 他或者很恐惧 活着一个恐惧的里面 因为他知道他的王位 就要被大卫 take over 所以他里面充满着恐惧 他天天都丹惊仇怕 没办法睡觉 因为他很害怕 有人会暗杀他 会奪走他的王位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当大卫 最后他仍然要把大卫找出来 大卫一弹琴敬拜的时候 恶魔就离开 大卫一弹敬拜的时候 恶魔就离开 所以我们知道 敬拜赞美的能力 敬拜赞美的能力 我说过 前三年的时候 每一个星期 这么多这些梦 真的没办法睡觉 这些梦直到今时今日 我仍然很清楚记住 甚至乎我写在一个日记簿里面 因为这些很特殊的经历 是以前从来都没经历过的 是以前从来都没经历过的 一些经历 而我写在一个日记簿里面 我发觉到 在我们搬进去教会之后 每一个早晨 我就敬拜赞美 敬拜赞美 敬拜赞美 如果今天你问我 那个城市 怎样被改变了 从一个原本来 充满着中大麻的一个城市 四年之后 所有中大麻跌了80% 而到了今时今日 那个地区 成为整个温哥华 最最有发展的一个城市 还有最大最阔最多人 要进入去住的一个城市 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事 不是一个偶然的事 如果你到那里的时候 他们会告诉你很多的故事 他们那些认识我们的人 他们看见我们初期 在那时的挣扎 他们认识我们的人 他们看到我们的教会 初期的时候 经历过多少的艰难 就是初期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些灵界的搞妖 很多死亡的灵就是那个地方 很多很多死亡的灵就是那个地区 很多那些wishcraft 那些邪术的灵就是那个地区 很多那些黑暗的权势就是那个地方 你每晚的 如果你住在那里的时候 你每晚会听到那些人在那里喊 在那里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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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是因为毒品的因故 但是有很多 是因为他们的灵 那些邪灵在他们的身上 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没有办法压制 他们那种的叫法 不是一般上的叫 不是一般上的喊 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时候 每一个 真的 每一个 他们来我们教会的时候 他们看到外面 他们很害怕 但是他说 the moment 当他们踏入我们教会的时候 那一刻 他说 他们感受到 在那个教堂里面 那种的平静 那种的安宁 他说是好像两个世界 一个脚踏入教会 还有在外面的时候 好像是两个世界 好像是两个世界 真的 每一个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 他们都是说这句话 敬拜赞美 我们足足足足足 由每一日六点到八点 有时甚至乎到八点多 每一日就是这样 敬拜赞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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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足四年多 足足四年多 我们看到那个突破 我们看到那个 就是那个改变 整个城市被改变 今时今日 你再去看的时候 那个城市 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城市 敬拜赞美 第三 知取the blood of Jesus 耶稣基督的能力 知取敬拜赞美 就是敬拜赞美 你知取到什么呢 你知取到上帝的同在 哪里有上帝的同在 哪里就有什么 自由 有上帝在这些事跟你一起 你不怕 他陪着你 你不怕 第三 知取耶稣基督的补血 因为这个我已经讲过 那我就不会讲这么多 讲到耶稣基督的补血的能力 耶稣基督的补血的能力 当我们每一次 就是说清除这些偶像的时候 几样东西我们会用的 第一 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捆绑一切 我们所清除的偶像的势力 我们斩断他和这个人的关系 第二样我们会用的 就是耶稣基督的补血 耶稣基督的补血 遮盖那个家庭 遮盖我们为他 祷告拆偶像的人 也遮盖我们 两方面的遮盖 遮盖这个被拆偶像的人 也遮盖我们 第三样东西 我们会用的 就是一个地獄的火 就是一个地獄的火 当我捆绑这个 所有的偶像的权势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时候 他们不听话管轨的时候 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就是地獄的火 吩咐地獄的火 来焚烧它 吩咐地獄的火 来焚烧它 耶稣基督的补血 遮盖我们 遮盖我们 两个被祷告的人 然后吩咐地獄的火 焚烧这些 所有不属神的灵 很真实 我跟你说 有一次 当我拆了偶像之后 因为已经三更半夜十二点 我没有时间去烧那些偶像 因为通常我都要再去教会烧 因为自家不可以烧 那那晚十二点 我真的已经很累很累 我就说OK 我就没有所谓 因为已经是第二第三次了 已经剩下了 不是很多 我就说没有所谓 就留在车 那我们明天正气教会的时候 正大气烧 那晚夜 我一准备好上床睡觉的时候 我跟你说 真的很真实 那晚夜 当我准备好 睡上床的时候 Immediately 当我一睡上去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大的黑影 站在我的床前 很大的黑影 看不到他的面影 但是是一个很大的黑影 站在我的床前 站在我的床前的时候 他不敢上我的床 我奉耶稣的名字捆绑他 捆绑他 捆绑他 他离开了我的房间 然后 我的儿子在隔壁 不到五分钟 我的儿子在隔壁 我两个儿子 那时候没有女儿 在我的隔壁房 哇啊啊啊 在哀 两个儿子同时间 在哀 在哀 原来那个灵 他在我们房间离开了之后 他走到我儿子的房间 走到我儿子的房间 我儿子就被灵打扰 他就在那里惊吓 在那里哭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今次我不是只是结证 我们讨过耶稣基督的保证 不是只是结证我自己的房间 我透过整个家 耶稣基督的保证 来遮盖我们整个家 我们就因此睡觉睡到天亮 睡觉睡到天亮 耶稣基督的保证 知取耶稣基督的保证 是知取什么呢 是知取他的结证和遮盖 结证和遮盖 当你需要保护的时候 当你需要保护的时候 甚至乎包括 所有世上的病症 包括所有的微菌 包括这些东西 我都相信耶稣基督的保证 有这样的能力 你知不知道 你记不记得 《马可思》第十六章第十五节 他说到 无论你吃了什么毒物 你都不怕 记不记得那个经文 《马可福音师》 当你洗万民作爱门徒的时候 你按手 按手 病人病人就好了 他说 你就是吃了毒物 毒的东西 你都不怕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的补血 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结证 基督徒不要以为 每一次吃饭的时候 他会带给我们身体健康 哈利路亚 以为带给我们身体破坏 所以当我们祷告 耶稣基督的补血 当我们借饭的时候 其实不只是一个routine 不只是一个习惯 基督徒所以要祷告借饭 不是的 每一次我 特别我去到一些环境 是我很没信心 甚至乎我担心那个环境 即是比较困难 或者比较不干净的地方 或者是比较不肯定 我吃了一些安全的地方的时候 我都会祷告 耶稣基督 求你用你的补血 来结证作上的食物 结证作上的食物 给我们吃了之后 我们有健康 你知道我们在一个地方服侍 我说过 里面有艾滋病的人很多 有艾滋病的人很多 有皮肤病的人也很多 基本上十个八个都很多 都有皮肤病的 他们即是说艾滋病 无数的 但是我们也有好几个 艾滋病完全得医治的 完全好了 艾滋病人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开始 在那时服侍的时候 我们还要一个星期 最少两天 三天 要煮东西给他们吃 和和他们一起吃 你不可能服侍他们的时候 你吃另外自己一张桌 然后跟他们吃 隔开 然后他们吃另外一样 你根本没有可能这样做 如果你这样做 你根本就不需要 跟他们传福音 因为你甚至乎 什么都不说 他就已经知道你鄙视他 他就已经知道你拒绝他 他就已经知道你拒绝他 他就已经知道你根本 有一个outdoor church 然后那时星期日 他们也来到教会 我们初初开始的时候 真的很害怕 坦白说 坦白说 每个人都害怕 一起吃东西 我们不是用纸杯纸碟 我们还用那些碗碟 所以我们放了两个洗碗机 放了两个洗碗机 初期的时候 每个都很害怕 洗碗机的时候 又放这些消毒 又放那些消毒 很多很多很多的方法 很多很多的方法 但我最紧要说的是 每一餐当我们吃的时候 我们讨论说耶稣 你结成作成 不是在口里面说 是我内心真正的祈求 在上帝的面前 你要结成作成所有的食物 结成里面 所有一切所用过的东西 结成环境 那个气氛里面 就是那个空气里面 所有一切的病菌 奉耶稣的名字 使得我们的教会里面 能够得结成 能够得保守 十二年我们在那处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 十二年我们在那处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 因着在那里服侍 而得着他们的责病 反而我们听到很多很多的见证 就是当中的那些爱之病 得意志 就是当中他们很多 已经有很多病痛的人 甚至乎有一个脑生流的 就在星期五的一个祷告里面 你说我脑生了一个流 我从来没见过上帝听祷告 是听他们的祷告那么容易 为一般上的人祷告 都没有那么容易 为他们祷告 我发觉到上帝很好听 我们就这样为他们祷告一下 下个星期他们来做见证 你说他们去看医生的时候 那个流就这样冒了 那个流就这样冒了 很多很多很多的见证 耶稣基督的补血 不要轻看耶稣基督的补血 知取耶稣基督的补血 是知取耶稣基督的血症 我现在这个疫情的里面 我每去一个地方 我一出门 我就会透过耶稣 你结证我所行的路 无论我走到哪里 你先为我开一条路 用你的补血来结证 洗证我所行过的环境 到哪里我吃东西的时候 我会透过上帝 所以就算我不出声 我里面也会透过 耶稣基督 你结证我所吃下去的 所吸下去的空气 以致我能够得梦你的补血 所以耶稣基督的补血是什么 知取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在哪里 就是他的结证 和他的遮盖的一个能力 第四 就是知取神华语的能力 知取神华语的能力 罗马斯第十章十七节 信道是从听道而来 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 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 然后 马可思第九章二十三节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若信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你们若信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然后他说什么呢 在白来诗第四章十二节 他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人的劍更快 哇 我很喜欢这个字 他说 比一切两人的劍更快 意思是 如果你的劍很快 一下子就搞定了 但是他说 比一切 比一切两人的劍更快 哈利路亚 你知不知道你何时可以 知录上帝的华语 就是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 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 当我讨告 讨告 讨告到不知如何讨告的时候 我就开始 回想起 圣经里面 每一句说话 每一句说话 所带给我们的应许 每一句说话 带给我们的应许 很多时候我的讨告 都是讨告上帝的说话 哈利路亚 Make declaration of God's Word Pray in God's Word Declare God's Word 即是说 你要宣告上帝的华语 哈利路亚 我宣告我来到这事 我说上帝 你要祝福一个地方 哈利路亚 我来到一个地方 因为祝福我 因此这个地方 要蒙福 阿们 哈利路亚 我宣告上帝 我说你的同在 在我们的当中 哈利路亚 无论我去到哪里 因为有你的同在 我不惧怕 我不惧怕 我宣告讨告上帝 一切是否属于你的灵 无论你在这里 或者在我们的教会 甚至乎我们搬去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搬下去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会做的 我们来先结成那间屋 上帝你的保血结成那间屋 所有一切 以前那些人所留下的 之前的寺客所留下的 所有那些spirit 那些不好的那些 上帝你清除了 你清除了 使我们住在这个家里面的时候 有平安 有平安 阿们 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 我买到这个教堂的时候 当我们买到这个教堂的时候 当我们买到这个教堂的时候 我一搭下去的时候 哇 马上你觉得很乱 里面就很乱 一进去 我记得 我一上去上面 那里面有三座房间的时候 我一走上去的时候 我马上可以觉得 里面很烦 里面很乱 我马上就感觉到 这个是一个 spirit of trouble 是一个困难的灵在里面 我马上就祷告结证 我马上就祷告结证 那个地方 那个教会 那个教会 因为当时 是有问题而离开 问题而离开 那个教会搞到 很多很多事 很多很多事 因此 有很多很多 不属神的灵在当中 这个是我后来就知道的 当我下去的时候 我感觉到 学了我知不知道 然后我们就祷告结证 那个教会 第一样做的时候 祷告结证 那个教会 用一个高游 来高抹那个地方 使得那个地方 有上帝的平安 有上帝的爱 有上帝的喜乐 有上帝的祝福 在那个地方 阿们 就是上帝的话语 是有那个能力 当你没有信心 祷告的时候 你要多读神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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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在上帝的怀疑里面 去知取一个信心 阿们 当你感觉到 你都不 就是说 在某一个事情上 你没有这样 不知道怎么祷告 没有那个力量去祷告的时候 你要知取上帝的怀疑 给你的信心 因此你能够 在你的怀疑里面 去踏破 哈利路亚 在你的怀疑里面 去踏破你所有的困境 阿们 哈利路亚 第五个 就是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知取圣灵的能力 知取神的怀疑的能力 是知取什么呢 知取信心 第五点 知取圣灵的能力 是知取什么呢 就是知取力量 力量 圣灵带给我们力量 《使得行传》第一章第八字 你圣灵状降在你身上的时候 他说什么 你就必得着能力 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就必得着能力 你就可以做什么 在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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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地结为我作卷证 阿们 你要有一个能力 在你生命的里面 当你感觉到 你的生命很软弱的时候 你不是奉耶稣的名字是管轨 你不是奉耶稣的名字是管轨 你不是奉耶稣的保证是结证 你哪时需要来到圣灵的面前 求圣灵来高抹你 求圣灵来搅满你 求圣灵来搅满你 求圣灵来干强你 求圣灵来加添给你力量 阿们 你将你所有的软弱 能够拿走 好 像以赛亚施地释入章说 他说 就算是年轻人 他们都会跌倒 他们都会软 他们的脚都会软 他们的手都会努力 他说 凡等候 凡等候耶华的必重生得力 凡等候耶华的必重生得力 当你发觉到你的生命揭少了力量的时候 当你发觉到自己非常非常软弱的时候 当你发觉到你的生命非常枯干的时候 你需要在圣灵的里面 去知取圣灵给你的能力 你如果在那个时候 你求耶稣这个保气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因为保气是为了遮蓋和结症 阿们 但是圣灵是带给他们的能力 阿们 圣灵是带给他们力量的一个传言 阿们 所以当我们知取圣灵的时候 我在圣灵的里面的时候 你浸在圣灵的里面 你上上等候圣灵 你上上亲近神 你在圣灵的里面 上帝的同在里面 逗留长一点的时间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到很多的医治 很多的医治 很多的释放 在你的心灵的里面 而因此 你所有的压制都断了 你所有的捆绑都断了 你所有的忧虑都被拿走 你所有的里面的法力 法力 里面的法力 有心无力的那种感觉 你不刻上做 那种感觉就消失 你的感觉就消失 因为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必得着能力 我们必得着能力 最后我们来看一篇经文 然后我们结束 我们来看 这个是西伯萊斯第四章第七节 西伯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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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伯萊斯第四章第七节 我们有这样的宝贝在我们的话里面 要显明者莫大能力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第八节 很有意思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致失望 朝夷逼迫 却不被吊气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因为身上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 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 阿们 我们的身 我们的里面 有这么大的宝贝 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的宝贝 哈利路亚 基督徒的宝贝 不只是一个名字 我是基督徒 基督徒的宝贝 就是耶稣基督里面有的 他的名字 他的宝血 他的话语 哈利路亚 他的圣灵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他这些所有的一切 如果我们懂得去知取 我们懂得多多去敬拜赞美 多多去敬拜赞美 耶稣一直和我们同在 无时无刻地和我们同在 我们是可以做一个得性的基督徒 阿们 我们就会像这个经文所说 虽然四面仇敌 但都不会被困治 虽然被打倒 都不会被打死 哈利路亚 虽然我们被打倒 但我们不会被打死 因为他可以使得我们在圣灵的里面 重新再站起来 才能给我们的力量重新的站起来 哈利路亚 阿们 我们一起站起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希望 我希望今天这个信息 能够打开我们 打开我们 当中 人的 一些眼睛 看见一些事情 你没有了这五样东西 你基督徒的心是烟瓣瓣的 真的 你基督徒的心是烟瓣瓣 你不懂得用耶稣的补血 你不知道你的身份在哪里 耶稣的名 你不知道你敬拜赞美到底做什么 你要耶稣跟你在一起 你日日你想说耶稣求你和我在一起 但我们却不愿意敬拜 也不愿意赞美 我们没有信心 但我们却不愿意读神的华语 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呢 罗马斯十章十七字已经说得这么清楚 信道是从听道来来 是从听道来来 听道是从哪里来 从神的华语 神的华语 你没有信心 你去喝酒 喝酒会带给你信心吗 你没有信心 你去打高尔 高尔会给你信心吗 唯一能够带给你信心的就是神的华语 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 多读神的华语 不停地读神的华语 我可以保证 你的信心会长大 当你软弱的时候 你软弱的时候 你只是在做其他的事 你就会干强起来吗 你软弱的时候 你要做的就是来到圣灵的面前 圣灵啊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圣灵 无时无刻我需要你 我软弱 但是你是干强的 你可以干强我的生命 你可以给我的力量 我没有气力继续走走 我不知道我怎么可以继续走前面的路 但是圣灵 你加天给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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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我走完 我要走的路 打完我要打的仗 守完守住 上帝要我们守的一切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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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歌叫做 那里有力量 有力量 在耶稣 有力量 在耶稣 打开一切的枷锁 我们生命上的枷锁是什么 我们的枷锁是什么 跟走上 我们的圣灵 打破它 不要让它一直困住 我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基督 生命 都有能力 耶稣基督 生命 都有能力 耶稣基督 生命 都有能力 能打破架锁 能打破架锁 所有架锁 有能力 别说 所有架锁 能打破架锁 所有架锁 打破枷锁 打破枷锁 所有枷锁 安美无效的牺牲 那毫无保留的代价 为苏惠我们 天堂们敞开 安美 安美无效的牺牲 把毫无保留的代价 主会我们天堂们 敞开 耶稣 耶稣基督 生命大有能力 耶稣基督 生命大有能力 耶稣基督 生命大有能力 打破枷锁 打破枷锁 所有枷锁 耶稣基督 生命大有能力 我们一起来唱 爱稣基督 生命大有能力 爱稣基督 生命大有能力 能打破枷锁 能打破枷锁 所有枷锁 能打破枷锁 所有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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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到 耶稣的命 耶稣的命 没有去 在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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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破枷锁 的枷锁 是方向困难 在这一切 神的群对 要醒起 神的群对 要醒起 你相信吗 神的群对 要醒起 能打破枷锁 能打破枷锁 所有枷锁 神的群对 要醒起 神的群对 要醒起 神的群对 神的群对 要醒起 能打破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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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枷锁 神的群对 神的群对 要醒起 有醒起 神的群对 有醒起 神的群对 有醒起 神的群对 能打破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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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枷锁 神的群对 神的群对 要醒起 神的群对 要醒起 神的群对 有兴起 能打破叫做 能打破叫做 所有叫做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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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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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